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些挺有趣的事情 說的是從列根開始 1980年到上任總統奧巴馬 每一個總統在他任內都有發動過戰爭 大大小小都有 數回去的四屆總統 例如老布殊打過巴拿馬的戰爭 克林頓打過科索族 小布殊打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 奧巴馬打利比亞和敘利亞 很有趣 特朗普一場仗都沒有打過 還要把軍費收縮 不支付北約防衛的錢又減少 跟著東南亞的錢 駐軍的錢又減了 跟著就再用貶值美金 還有很多稅務上行政上的東西 就是推動那個經濟 所以在他任內那個標準普爾也好 或者納斯塔克 是升得非常之厲害 但是很吊詭那樣 拿諾貝爾和平獎那個 就不是特朗普 反過來就是奧巴馬 就是說一個主張去打仗的人 是 會 是 有和平獎 一個沒有打仗的人 就是 竟然就是被人批判 就是一個 叫做 崇壤武力 暴力的人 這個是一個 在美國來講是 挺有趣的一件事 那 怎麼說呢 就是經常都 就是我拍過很多片 有些人以為我真的很討厭美國 很討厭外國人 其實我就不是這樣看 我反過來就是用一個 蠍子的性格 牠那種動物是有那個基因 有那個性格 就等於 經常講的一個童話故事 隻龜 載蠍子過河 那隻龜去游一半的時候 那些蠍子就用個尾 就咬了隻龜一口 那隻龜就問我 我正在幫你 為什麼你還用個尾咬我呢 他們就說 這個是我的性格 所以就是說 這個就是 尤其是 尤其是 英國人 和美國人 他們那個性格 流著的血 都是這件事 因為 英國是一個 小島的國家 就是 就是 說著崇尚的 叫做 金銀島文化 海盜文化 那就是喜歡搶人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你會經常 隔一輪呢 你會看到 他很喜歡看那些海盜片 這個是 他們自己 本身的民族特性 投射了下來 他們那個 認為是 慶幸 或者是為 驕傲的 就是說著 有一些 探險家 就好像西班牙 哥倫布 發言新大陸 那些 葡萄牙 那些航海家 發言新大陸 他們是有一種冒險的精神 這些是他們自己 幾千年文化沉澱下來的東西 那你跟著就 英國 去了美國 就變成一個 牛仔文化 要靠 子彈 哪個拔槍筷 去解決那件事 就是不需要法官去判斷 對不對 又留給子彈去判決 那件事情 是對還是不對 那這些是他們的文化 那 喜歡搶人東西 是培育了那麼多年 你問他為什麼 都沒有辦法 那些 他在幾千年的基因 已經是 培育了這件事 因為在一個小島裏面 他不搶人東西 是不能吃的 那這個是 留下了在這裏 那反過來 你內陸那些 尤其是 譬如中國 那他們有 要復原廣闊 又有那麼多耕地的時候 那他是自給自足 解決到問題 那東南亞那些 那他又是 不用耕種都可以 菲律賓那些 走去 潛入海那裏有龍蝦吃 有什麼 什麼都有 跟著 在樹上摘個芒果 做個椰子 又可以飽肚 根本 令到他們那個人 的性格 就是開心 跟著 他們那個年齡 由於 人軍壽命不高 那他亦都是 忠義及時行樂 因為他們 人軍那個 壽命 說的是五六十歲的時候 你還叫他 好好工作 那麼三十年去享受 那大哥 他做完事的時候 那幾年享受 不如我三四十歲 就可以開始享受 這個是關乎他們的體質 或者他們的食物 熱帶的地方 心跳得快 所以他們就喜歡去做唱歌 做一些開心一點的東西 那這些是 每一個民族 不同 那麼你會看得到 在那個面相那裏 會看得到 就是 熱帶的人 跟歐洲 凍天氣的人會不同 那我經常都說 我說為甚麼 做用工的人 是熱帶人 你去相那裏告訴你 他的鼻是比較短的 那麼你歐洲人 因為天氣寒冷 那麼他需要比較長一些的 鼻腔 去把那些氣 弄亂他 所以他的鼻比較長 長的那些人 我經常都說這些是大份象 大份象都是比較有性格的 不會那麼容易 聽別人的指使 在上學裏面 那麼反過來 那些非洲人 那個鼻特別短 因為他不需要那麼長時間 將那些空氣 將他加工 所以他是容易 喜歡被人家猜險 所以 我們經常叫人家去看那些 請工人那些 你去找那些 那些鼻短的那些 那他容易就聽教聽話 朝天那些 那如果你找那些鼻長的那些 你就很難搞 他比你更固執 那你找老婆那些也是 那這些是其中一些上學 那 說回就是說 美國 怎麼說呢 就是那個 打仗 做 多的 反而是拿到和平獎 反而一場仗沒打過 就是 被人說是 一些 崇壤武力那些 那是一個 挺有趣的情形 今天想說 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聊聊 拜拜